按摩腔有效地幫自己的肌肉做放鬆 大家好,這是我也是要吃Ryder 那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按摩腔有效地幫自己的肌肉做放鬆 那以下呢,我會提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會講到肌肉的名稱 肌肉的走向 關鍵點位要怎麼找 用什麼樣的按摩頭 要用多大的力道 然後要打多久的時間 然後講完之後呢,我會教大家一個簡單的運動 那攻擊它的走向呢 在二頭肌的深層 它浮貼在我們手臂的這塊骨頭上 那今天呢,我們要怎麼去找這個關鍵的點位去做按摩呢 首先也先找我們手這塊有個凸出來的骨頭 沿著這個骨頭往上摸大概三個指骨的位置 介於二頭肌跟這個位置的中間按進去 按進去的那個力道有點像是要按到骨頭上 然後到我們定位之後呢,用的這款按摩將叫Pisuka X 那它的特點呢,就是非常的好吸彈 然後又很輕 那力道呢,我們大概開一到二就可以了 那大概按摩一到兩分鐘 如果覺得用肩頭太痛呢,也可以用平頭 OK,按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來做攻擊的運動 全眼朝下,手肘彎曲 然後貼住我們的身體快速抬十下 這樣子 那它的走向呢,都是從我們手臂的這個弓骨 連到我們的尺骨上 那它有兩條連到我們弓骨 那最後一條它連到我們肩胛骨的內側圓 第一個點位怎麼找呢 我們手肘伸直 在我們手臂中間點下二分之一處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次選用的按摩槍呢 是這一款BOOSTER MINI 3 它有五段的力道 它的力道非常的強 大概開一到二 時間大概一到五分鐘 好,這是第一個點位 那第二個點位怎麼找呢 我們手可以放到我們頭上 四根手指頭放在骨頭的上方 往我們的身體後側滑 會摸到一塊骨頭 這是我們肩胛骨的外側圓 沿著這個肩胛骨外側圓往上摸 摸到與手臂交接的地方 因為摸到有比較硬的一塊肌肉 那我們定位之後呢 就可以拿按摩槍 力道開三到四 時間也是一到兩分鐘 好,那當我們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三頭肌的路動 我們手往上抬 手肘彎曲扶住我們的手臂 然後手快速這樣往上伸直十下 好,這就是我們三頭肌的運動 那肌肉的走向呢 是從我們肩膀的外圓 然後連到我們手臂的外側的中間點 那第一個點位我們怎麼找呢 首先呢,我們先找到我們的乳頭 然後從乳頭的位置對過去 到我們手臂的外側 在這個點你可以先按看看有沒有痠痛感 那如果沒有呢 你可以再往上再按看看 到我們定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按摩槍 那這次我們選的這個按摩槍 叫做皮束卡破 它的一個特點就是 它可以做一個垂直的按摩 那我們按摩的時候呢 我們力道可以選一跟二 在這個點會做一個垂直按摩的動作 時間呢大概一到兩分鐘 好,那我們用的頭呢 是指彈頭 再來呢,我們第二個點位呢 我們先找到我們的鎖骨 沿著鎖骨往外側摸 摸到最外圓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第二個點位 第二個頭,花瓣頭 用這個頭 一樣力道開二到三 時間呢也大概一到兩分鐘 好,這是第二個點位的按摩 那當我們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三腳肌的運動 首先呢,手肘彎曲 握拳 然後我們快速側抬 10下 好,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抬至水平 抬至90度 然後往前做勾拳的動作 10下 好,這就是我們三腳肌的運動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 手臂三條肌肉的教學內容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呢 歡迎點選我們下面的資訊 如果可以回來 近領 吃1 私下廚 每個人都可以 我們 我們 在久